她說不是啊 什麼都忘記了 因為是前輩子 什麼都不白 她耳朵只有白 她是黃的 但是我們再研究看 好 接著她的鼻子都比較幼細 做事應該挺仔細 還有眼睛有神的先生 應該都是... 走很遠 那是話大事 跟媽媽一樣 遺傳我經常說 而且她鼻子都是洗淺比較疏爽的 大小一點 對 也不是超級兩毛錢 超級兩毛錢 價格好一點 好嗎? 你說話這麼浮誤 拳有肉包 拳有肉包是對的 還有腮骨也有肉包 腮骨也有利有肉包 對 腮骨也有肉包 因為女人千萬不要露腮骨 要露腮骨就要捱了 一定有肉包 就對了 這樣都理會了 有什麼看到 我說 你說讓弟子先說 我以為你還在心裡擠很多東西 沒有了嗎? 對,差不多了 真的沒辦法 首先說 黃先生 黃先生的相 其實除了眼睛最差之外 整個相就沒有什麼缺點 眼睛是否比較... 沒有什麼焦點 它簡直是不夠神 不夠神是甚麼意思呢 暫時很迷惘 完全沒有目標 完全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因為通常眼睛有神的 意志堅定 意志堅定 當然做甚麼都有決定 眼睛沒有神的 經常拖泥大水 悠遊寡斷 不過幸好不怕 有她未來太太 鄧小姐 頂住頂住 因為鄧小姐的眼睛比較有神 有時決斷比較快 因為我經常說 有時做人不是想讀多少書 或者多厲害 原來有時成功 只有一個條件 誰呢 有沒有決定 夠不夠膽 所以 黃先生的眼睛沒有神 就算很有大志 又想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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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上了五年 十年都未開始 那會不會成功呢 所以不用怕 給她鼓勵 眼睛就最差了 除了眼睛之外 成腳上沒有缺點 為什麼呢 首先眼睛夠高 夠寬滿 兩隻二隻貼肉 鼻樑和兩拳 都是合格 兩拳很漂亮 看不看兩拳 這個位置很高 這個拳 看不看 這個拳高 和鼻樑比較高 一生還要特別容易 這拳 所以一落到四十歲 一生人正式開始了 上唇五十一至五十五 非常之飽滿 是吧 法令五六五七 現在你都看得到的形 是比較開闊的 沒那麼快看出來 還有金柳 臉五百五九 嘴六十 全部這些位置是漂亮的 下巴雖然不是很兜 下巴有兩個要求 一是夠兜 一是夠飽滿 不用問她這兩塊肉 已經倒下來 而且這裡有一條肉 這條肉慢慢越來越大 那些叫面起松城 所以對面不建議 甚麼意思呢 這條肉越來越肥 越來越肥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人 這條肉很肥的 那些通常很有錢 即是這個 那我輪到鄧小姐了 你覺得她的耳朵 是甚麼顏色 我從來都不會看顏色 有沒有人看到 甚麼顏色 這個是白色 很大的 粉紅 黃 真是色分 這個是黃 怎麼會是白 我只是看這個 我看你的耳朵 在這個位置 你的耳朵今天也不合格 我說耳朵呢 對著又沒得對著 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甚麼顏色 你今天紅了 紅了 紅了 你是不是熱了 好,待會抓白的出來對一對 這個耳朵 它這個位置其實不太白 是隔就比較白 隔原來看氣色 隔白 那裡變白 對,裡面叫隔 因為我們看一輪 整個耳朵 隔是看氣色 隔的氣色經常變 現在這輪白 代表運氣是好的 記住左邊是看過去的 右邊是看未來的 現在左邊的隔是白的 右邊的隔是白的 是代表氣色好 所以現在運氣是不錯 再下 額頭 女人正正常常 不是很高 不是很闊 又不是很低 正常 眉頭比較漂亮 眉頭大墊 又是足零三十容易留意 如果你今年結婚的話 足零三十感情變化 意思是有嬰兒 對不對 我們經常說有嬰兒 都是叫感情變化 下到眼運 眼黑白分明 有神 眼珠也很漂亮 兩拳 剛才說了 他叫合格 不是特別高 原來黃先生的拳高很多 算是 算是幫膚嗎 他的鼻和拳 其實也算 因為鼻樑略細一點 又配上鼻樑略高一點 所以平時他做事 不過原來他特別硬頸固執 原來他經常要遷就他的 所以有時不要看表面 然後牙剛才說了 所以說要謹慎一點 或者有機會可以看看 有沒有辦法沽 麵形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最重要 這些位置要有肉 有時你不要只看人家 是下巴兜不兜 因為這兩塊肉 有時比下巴兜更重要 你有沒有留意那些 尤其是圍村的太太 很老那些 因為牠經常有七、八十歲 八、九十歲都有 這塊肉 很大塊 像老虎狗那些 原來那些都是晚年安樂 這些真的 像老虎狗 這兩塊肉 慢慢倒下來 所以不用一定下巴兜 下巴兜也是好的 這個有雙下巴也是好的 這塊肉倒下來 像老虎狗也是好的 這幾個相片 都是特別晚年安樂 好,讓你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離開香港 去外國發展 行不行 一定行 看樣子 營馬高港 營馬高港 代表適宜外地發展 比本地發展好 第一個問題 沒有問題 自己做生意行不行 還是要靠人 靠錢 你的眼睛不行 現在你走眉眼運 如果現在走眉眼運 適宜合作發展比較好 因為你的眉本身比較漂亮 因為你缺了 看樣子 就代表自宵容易兄弟分離 但是眉毛 你看看左邊眉毛 都是漂亮的 所以記住 以後別人如果破了相 看長也好 看相也好 看沒有破那個 拿來參考 左眉毛破 是不是很整齊 眉為兄弟公 眉為交友公 所以你眉眼運的時候 可以合作發展 尤其是眉運的時候 眉是31至34 就可以跟人合作發展 對 那如果我跟他 對,剛剛好 兩個我跟他合作 這樣行不行 行 他就常常硬頸 有大線就由你決定 那就剛剛好 那什麼時候才是十年大運 不是十年 有你的命在 和你的相一樣 32日大運走到62 原來你今年32日大運 一生人最混亂的時候 容易感情變化 住屋變化 事業變化 對,感情變化是結婚 住屋變化就是搬屋 事業變化就是事業變化 所以這三年 什麼都會變化 因為入大運就馬上好 起碼混亂三年至五年 你剛好現在走眉運 眼運 混亂得來三年到五年 眨眼就容易四十 那我是適宜 我自己獨立發展 還是跟他一起做 那又要看看才行 因為你知道我看相片很差 經常告訴你 你原來適宜自己做 幫他幫到32日 之後就要自己發展自己事業 就是我幫他幫到自己生業 沒錯,因為原來你也是一生走運 兩個都是一生走運 走到什麼時候 你走到62日 他又走到62日 一模一樣 大家都一生走運 所以現在走了嗎 現在走了嗎 現在走失運 現在走失運 所以叫你先幫著他 走失運的時候 就幫著他 行好運就自己發展 什麼時候才開始 32日 因為我經常說 每一個人行60年運 有10年衰運 原來你兩個剛好 都在22至32日 這10年衰運 你變成32日之後 你現在開始發展了 你現在就先幫著他 到32日之後自己發展 所以找到這麼好的老闆 他根本兩個都一生走運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額額 耳朵都沒有什麼缺點 好,謝謝黃先生和弟小姐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黑師傅,我們下星期說什麼 記住說 避,不過避影 我們下星期六十時再見 拜拜 再見,師傅 一集我所見 第四位 azish